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6月19日 星期三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昨天由于市场对于澳洲央行 在未来6个月之内会再次降息的预期 使得澳洲股市再次创出过去11年半以来的新高 最终收盘澳洲股市是上涨0.6% 冲击至6600点大关 中国股市昨天则基本保持原地不变 上阵指数有轻微下跌 深圳则有轻微上涨 最终护身大盘是基本保持不变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涨幅最少的有0.8% 最多的达到了2.1% 美国三大指数也同样出现了大涨 道琼斯指数 爬上了26300点大关 纳斯达克和科技标普大盘也同样上涨1.2%左右 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目前维持在1345附近 油价则出现了3%的大反弹 爬上54美元大关 另外 比特币价格目前稳定在9000美元上下 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就跟重点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大涨背后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下周27日和28日将会在日本召开2019年的G20峰会 中美的贸易协议纠纷问题自然就会成为这次峰会中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美的贸易纠纷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双方依然没有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 但是呢 在今天凌晨 美国时间特朗普呢 是正式在他的推特中宣布呢 将会在下周G20峰会上和中方的领导人见面 并且呢 将会是一个非常长的商务会谈 这也使得呢 市场对于两国能够再一次达成协议是提高了预期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实际上呢 双方似乎啊在媒体和公众场合不再提到有关贸易战的事项 虽然呢 可能在这个幕后 双方的贸易代表谈判依然在继续 但是从媒体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消息 这也使得市场对于双方能够在6月27日之前达成协议呢 这个预期值是越降越低 因此今天凌晨特朗普的这则推文 使得全球股市位置一正 我们看到呢 欧洲股市也是出现大涨 美国股市也同样出现大涨 我们当然是希望在下周的G20峰会上呢 两国能够达成协议 因为一旦达成协议之后 那么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 中国的A股 澳洲的股市 乃至于美国的股市都将会进入一个所谓的蜜月期 那我们投资者呢 如果下周能够得到好消息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疯狂的大涨 所以说下个星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来这个见证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历史性的协议 那么在第二个话题中呢 我们来说一下的是 昨天这个澳洲超市股COS集团出现的难得大涨 我们知道呢 从去年开始呢 澳洲这个零售行业 不管是商店也好 还是这个我们说的餐馆 它由于消费的疲软呢 零售额普遍出现了下滑 这也影响到呢很多的超市 毕竟呢 超市也是每个家庭 每周必须去的地方 但是在昨天澳洲两大超市集团中的之一 COS集团呢 是出现了最高7%的涨幅 收盘的时候呢 回落至3.5% 这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呢 那么GoMarkets在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呢 一共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股票 我本人其中重点推荐的呢 在今年是澳洲电讯和Afterpay 但是我们另外同事Jackie 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 就曾经重点推荐过 COS超市 这比她当时推荐LYC的时间还要早 那么她的观点呢 是选择一个上市公司重点需要查看 这个上市公司所在的管理团队 那么COS的短理管理团队 其中新招聘的CEO 原先就是来自于澳洲第三大超市 IGA超市所在的母公司 Metcash 在她上任的时间之内 Metcash的股价在三年之内翻了1.5倍 因此 COS特地从竞争对手手里 挖过来这个强力的销售型CEO 那么这个新任CEO到任之后 也对COS大超市进行了这个整体的改革 在过去的一个月 先后宣布了 将会进行首先大财源 第二重新改组 但是为什么昨天的股价突然上涨呢 也是和她宣布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关 那么其中有关键的两点是 第一 她宣布COS将在未来增加对于中国的食品和商品出口 第二 她将会宣布大量使用人工智能 包括这个叫做智能化销售来取代人手和人工操作 那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在过去的两年 热点或者说是所有的投资者最喜欢的两点 一 就是人工智能 与之相关的股票 不论是Afterpay还是APX 涨势都是非常之猛 另一点就是中国概念 与中国的消费相关 比如说是这个A2牛奶 比如说是奔赴红酒 比如说是这个之前上涨很多的Black Mall和贝拉美 都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概念股 也就是消费群体来自于中国庞大的市场 所以Coast超市这一次的CEO把这个两个关键点 市场所喜爱的关键点合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这个饼画的是非常之大 也非常之美 那么我们之后就要看他画出来的饼是否能够真正做出来 你做出来的饼是不是和你之前说的是一样 所以如果在未来的6个月至12个月时间之内 Coast如果真的能够像他说的增加对中国的食品出口 同时增加这个智能销售的比例 那么我们相信Coast集团的股价将会在未来出现更大的上涨 以上是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所给您带来的内容 我们在本周日6月23日下午1点至4点 会在格兰威卜里墨尔本东区举办大型的股票峰会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报名电话是03-8658-0602和03-8658-0603 谢谢